我是林彦宏 我和赖副总统的缘分 起源自2017年的9月开始 那个时候呢 我跟罗振伟一起加入 由赖院长所代理的行政院团队 我无法忘记 当时的赖院长 面对严峻的毒品治安问题 在社会一片重型化的呼声当中 赖院长更关注的是 如何将毒贩带离社区 赖院长更提出了许多温暖细腻 而且富有社会关怀的观点 我在那一段岁月当中 我从赖院长的施政 看见了他对台湾人民的疲笑 更重要的是 每逢特定的重大社会议题 各部会分别提交了一叠厚厚的 专案报告资料 作为一个法律人 我看那些资料当中 我总是无法理解 跟难以消化非法律的部分 但是赖院长 却能够在极短的会议时间当中 很迅速而且精准地 指导问题的核心 不仅他将所有意见分歧的 部会的观念一些统整之外 他更诚实地面对问题 务实地提出解方 还有踏实地解决问题 经过这些测身的观察 我知道赖院长是一个 做实事的政治人物 为了只是一个更好的台湾 我更看见赖院长是一个 对台湾这块土地极有热爱的人 爱台湾不是口号 爱台湾俨然已经成为 我们赖院长直至今日的赖主席 身体力行 时刻不懈的每日课题 当代的台湾 面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世代正义以及巨变的国际局势 地缘政治的挑战 小英总统的八年执政 台美关系以及台湾的主体性 迎来了史上最佳 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些改变是现在进行式 但不是完成式 台湾是两千三百万人的台湾 除了赖主席之外 我们全体台湾人都有义务 守护这些得来不易的果实 所有法律人更有义务 捍卫民主与人权的价值 今天台上的同道们 我们都是职业不到十年的律师 我们都出生在解研后的台湾 对我们来说 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生活 形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DNA 但是各位青年律师的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当初从事法律的初衷吗 正义不会从天而降 人权更可能随时倒退 身为律师 这是我们应该热血沸腾的时刻 因此我们今天站在这边 挺身而出 热血加入听台湾 台湾会更好 台湾可以更好 只要你一起信赖台湾 最后我想要邀请在场的所有律师同道们 跟着我一起深呼吸 2024让我们一起继续享受这 自由民主甜美的空气 谢谢大家